丘吉尔说他是欧洲最危险的男人 希特勒称他为我的左手 究竟是什么原因 令英德两位首脑都对他如此重视 作为作战指挥员 他能够想出种种的鬼脸子 为找到被秘密囚禁的莫索里尼 他费尽心思九死一生 被德国战士学家放为特战鼻祖的斯科尔斯内 如何完成魔鬼的结束 要营救莫索里尼 确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营救行动一波三折 空降地点一遍再变 号称德国特种兵最惊险的奇袭行动 将如何收场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他要抓紧时间来完成这项作战行动 今日沙场为您精彩讲述 德军特战王海斯科尔斯内 营救莫索里以幕后的惊天命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危机束缚的魔鬼研究 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本期沙场 在美国国家博物馆里有一份二战历史资料 这份资料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他是个恶棍屠夫希特勒的代言人 整个欧洲最危险的男人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 盟军对这位欧洲第一恶人发出了通缉 在通缉令上明确标注着这个人极其聪明 而且非常的危险 他可能身穿美军制服 乔装打扮 也可能是穿着便服 藏身于拼命之间 他的左脸有一道延伸是嘴角的刀疤 如果有任何与这个人有关的消息 应当立即通报最近的情报部门 不得有误 间谍刺客破坏者 这三个词就是对纳粹德国党卫军头目 奥托斯克尔茨内的集中评价 作为他的成名作 斯克尔茨内曾经成功 营救出被软禁在意大利 大萨索山的独裁者 莫索里尼 而德军却无一人受伤 这是德军历史上最为大胆的营救行动 被称之魔鬼的杰作 那么这场行动究竟对于当时的德国 起到了怎样的影响 斯克尔茨内的危险系数 又到底体现在哪呢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1943年7月25日 斯克尔茨内与老友在柏林最豪华的 阿德隆酒店举行聚会活动 他不时与好友举杯唱语 早已把战争抛到了酒消云 但是没过多久 一通电话却顿时令斯克尔茨内神色凝重 他的女秘书用半狂乱的语调 焦急地向他报告 队长 元首正在大本营里等你 当斯克尔茨内驱车赶往希特勒的办公室之后 发现元首一人元素 停顿片刻 希特勒郑重地对斯克尔茨内说 德国将发动一场决定命运的行动 而你将在这场行动中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 此次代号为像术的行动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你的任务就是顺利营救我尊敬的老师莫索里 原来就在一天前 思绪意大利法西斯最高元首的莫索里 在一场争议性十足的国家会议上遇到大方 25日凌晨2015日 意大利最高委员会开始就弹劾莫索里 投票表决 结果19人赞成 7人反对 2人弃权 会议以莫索里尼失败而告穿 然而 面对投票结果 骄横跋扈的莫索里尼却战起了大声和声 因为是政府陷入了危险 说完便转身离去 但他刚走了一半 这辈狂妄最大的法西斯分子 就被带进了一辆没有车牌号的神秘军方汽车扬长而去 7月25日晚上10点45分 罗马电台向全国发表广播 称国王已经批准了政府收脑莫索里尼阁下的辞职 并任命巴多格里奥元帅接替这一职务 而接任的巴多格里奥元帅随即下令将莫索里尼秘密关押起来 并准备与盟国签订停战协议 等片当中我们看到呢 意大利最高委员会本来经过投票 已经决定让莫索里尼下台了 但是这位法西斯分子可以说对此毫不理会 那我们想知道莫索里尼这种自信究竟是从何而来呢 虽然意大利还有所谓的国王 所谓的意大利的最高委员会等等这些权力机构 但是这些都是摆设 莫索里尼经过几十年的经营 已经把整个意大利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 他的手中掌握着军队 这是第一点 第二 这些推翻他的人都是他过去的一些战友 是他的一些手下 过去对他都是唯唯落落 唯莫索里尼是从 所以这些过去的手下敢造反 他认为只不过是当时的一种不满情绪的意识的发泄 所以觉得不必在意 第二天我就可以把他们收拾掉 另外一个自信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国王 一二十年来 国王一直对莫索里尼很支持 基本上莫索里尼的任何的决议 国王不说二话 但是没有想到 这次国王站在了倒墨派一边 另外我们注意到 在莫索里尼被关押之后 应该说希特勒是非常震惊的 很快就派斯克尔茨内全去营救 但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应该说意大利并不是莫索里尼一个人说了算了 应该说营救他 可能说战略业并不是很大 那么当时希特勒为什么要实施这样的一个行动呢 为什么希特勒决策那么快 一定要营救莫索里尼呢 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呢 毕竟意大利的这里比莫斯科 比美国要比柏林近的多 如果莫索里尼下台以后 意大利的新政府一成立 他肯定要倒下盟军 肯定会撕毁这个轴行国的条约 然后呢 成为法西斯德国的敌人 这是希特勒不愿意看到的 第二点 如果营救出了莫索里尼的话呢 因为莫索里尼手下还有效忠他的军队 一旦莫索里尼营救成功 那么这些军队呢 还会站在法西斯德国这一边 这样呢 至少可以辞职盟军的进攻 第三方面呢 就是他们俩在法西斯的传承上 说句时代话 要说法西斯的现代鼻祖 还正在莫索里尼 莫索里尼抛出法西斯思想的时候啊 希特勒在德国那边还明不见心传呢 他在法西斯这方面是学着 莫索里尼 他的莫索里尼的脚印一步步走到现在了 当然了 发展到后来老二成了老大 老大成了老二了 在这种感情上 他也要去救莫索里尼 所以综合这三方面的考虑呢 希特勒派办非常快 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所以说呢 为了营救轴心国的莫索里尼 可以说呢 当时斯克尔斯内 被希特勒命令执行相书行动 但是为了找到在一夜之间 就失踪的莫索里尼 应该说如同大海捞针 那么当时莫索里尼究竟在哪成为了 摆在面前的首要难题 1943年7月26日 莫索里尼消失的第二天 斯克尔斯内便带领多名队员飞抵罗马 营救行动的首要问题 是查明莫索里尼的去向 但是罗马市内 关于莫索里尼的项目 却众说纷纭 结果营救小队 经过三个星期的打探 仍然没有一点线索 最后连斯克尔斯内都感叹道 只能去算卦 然而 就在营救行动 即将陷入绝望之时 斯克尔斯内 从以前认识的水果商人那里 探听到了一条有价值的情况 斯克尔斯内推断 彭查岛上很有可能 突然关进了什么重要的政治人物 就在斯克尔斯内 准备动身赶往彭查岛 一探究竟的时候 德军情报人员传来了最新消息 成莫索里尼早已经不在彭查岛上 意大利政府担心 德国人来解救他 早在8月6日 便将其转移到了萨丁岛 先是将其幽禁在了 该岛北端的一个小村子 然后又转到了距离萨丁岛5公里 由重兵把守的海军基地 马达来来 莫索里尼可能被囚禁在 岛上一座校 哥仁山庄的公里 我们看到了经过四处的打听 斯克尔斯内终于从一个水果商那里 判断出关押莫索里尼的地点 但是莫索里尼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物 那么当时斯克尔斯内也知道 不会很容易就找到他 那么为什么对于这样的一个 市井小街的情报 他会如此深信不疑呢 那么我们就要分析当时的情况了 在当时为了找莫索里尼啊 斯克尔斯内已经带着他的一帮手下 整整忙了几个星期了 在大海中落出莫索里尼这滴小水 难度何其大一 所以这个时候什么消息都没有 什么线索都没有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这条消息 水果商人提供了这个消息呢 对斯克尔斯内来说 好比的雪中送炭 哪怕他知道可能性很小 他要重视这条线索 那么以斯克尔斯内这么一个老牌的 特种作战行动的一个指挥官 我想他会本能的做出决策 哪怕是没有 我也先宁幸其有先试一下 另外我们看到很快 有消息说呢 莫索里尼被转移到了 萨丁岛上的科隆山庄 那我们想知道对于莫索里尼 他关押地点的迅速转移 是否也意味着当时可能意大利 已经意识到了德国要对莫索里尼 实施营救 当时的意大利的政府对此是有担心的 囚禁了莫索里尼之后 意大利的政府很紧张 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倒墨派 之所以要倒掉莫索里尼 是因为莫索里尼已经把意大利 带向了失败的兵员 莫索里尼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是对 倒墨派倒向英美联军的一个重要的障碍 如果莫索里尼被德国人救出来 那么意大利是不是能够成功的投降 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所以为了防止德国人对莫索里尼的这种营救 他需要不断的变换关押的地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意大利当时的政府还担心莫索里尼的 意大利的支持者营救莫索里尼 我们说莫索里尼经营意大利二十多年 应该说他在意大利的势力是非常的雄厚的 并不说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反莫索里尼 还有很多亲莫索里尼的军官政客 他们想复辟法西斯的这种政权 这种野心还实时存在 这种威胁也存在 一旦他们发现了莫索里尼的被关押的地点 他们也有可能天而昨天救出莫索里尼 在国内展开一场广泛的政治斗争 所以对于莫索里尼的关押地铁 一定要慎之又慎 时常的变换他的关押地铁 对于保证莫索里尼被意大利政府始终掌控 非常的关键 不管怎么说呢 现在所有的信息都指向了萨丁岛的克隆山庄 但是等到斯科尔斯那一星人赶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却发现他们扑了一个空 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继续往下看 1943年8月28日 经过近一个月的地毯式搜寻 斯科尔斯内率领的营救小队 终于抵达可能关押莫索里尼的克隆山庄 9月初的一天 包括老鼠般的追踪寻找 终于有了新的线索 德军情报人员截获了一封 发给意大利内政部的电脑 那头是大萨丝山附近的警卫部队布置皇帝 发现者的名字古伊利 引起了斯科尔斯内的注意 因为此人是意大利军方的一名将军 他长期以来负责莫索里尼的安全保卫 于是斯科尔斯内的目光 立即转向了罗马东北约160公里的大萨丝山 山上建有一座饭店 名叫坎波将军饭店 经过对各种情报的综合分析 斯科尔斯内认为 莫索里尼很有可能就拘禁于此饭店 不过 就在斯科尔斯内率领的营救小队 开始搜寻关于该饭店的更多信息时 他们才发现 这个饭店在当时能够获取的所有军事地图上 都没有标注 为此 斯科尔斯内与副官拉德尔 只好找来一架空中侦察机 飞到坎波将军饭店上空 亲自绘制地图坐标 他们发现饭店十分巧妙地 修建在一个陡峭的悬崖顶部 通往这个山区地带的每条道路 都被意大利军队封锁着 如果派遣地面部队游下往上攻打 至少需要一个师的兵 但是这也无法保证莫索里尼 在德军营救的过程中不被看守杀掉 我们看到几乎是前后脚的功夫 那么莫索里尼就换了新的被关押的地点 应该说让斯科尔斯内一度是陷入了僵局 那么在此过程当中 一条情报却帮助他们判断出了 那么当时莫索里尼具体的关押地点 夏老师您为我们分析一下 当时斯科尔斯内是怎么样判断的 当时德国人一直在收集 莫索里尼被关押的地点 所以无论是情报的人力的方方面面 都进行了广泛的这种工作 当时德国的情报部门 截获了一封电报 这封电报的内容是 大萨索山附近的警戒工作已部署完毕 所以当时德国人对这封电报很紧急 为什么呢 这封电报的发布者是莫索里尼过去的一名 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的一名将军 所以他的身份很独特 这名将军又跑到大萨索山附近 那么是不是莫索里尼有可能被关押在大萨索山 这是一种本能的一种联系一种反应 那么斯科尔斯内就觉得这封电报很有价值 但是不是呢 你还得要去判断去应证 所以他亲自和滑翔机一起去侦查大萨索山 发现大萨索山有一个饭店 也就是坎普将军饭店 这个坎普将军饭店就选举选在一座非常陡峭的悬崖顶上 并且这个饭店周围有200多名的意大利士兵在这警戒 只有一条缆车通向山谷 斯科尔斯内就觉得很奇怪 一个孤零零的饭店也没有旅客 是吧 也没有什么贵宾 怎么可能有200多名的意大利的士兵进行把守 肯定关押的是一个重要的嫌疑犯 那么这个嫌疑犯有可能就是莫索里尼 所以他根据各种情况的综合的分析 认定这个饭店关押的人物 百分之八九十就是莫索里尼 那么刚才夏老师也提到了 这个坎普将军饭店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因为首先呢 他在各大的这个军事地图上并没有标注 另外这个地方低色显耀 那么看似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人物 是这样的吗 这个看起来就是难以完成的人物 你看有几种方案 我们设想一下 第一呢 调集一定的兵力 强攻大扫索山 那么强攻的话 你需要一定的时间 没等你攻上去 或者人家把莫索里尼一刀给宰了 或者把莫索里尼转移场地又走了 你还得去茫茫的罗马 再去找莫索里尼 这条否定掉了 第二呢 有人说 我可以到缆车站呢 到缆车站 你还是要养攻大扫索山 供到饭店 这个过程时间也比较长 也不见得攻成功 因为你兵力使用少 第三个呢 人家说 我坐缆车过去到饭店 那好办 缆车 它的车厢存在量有限的 你也就坐个八到十个人 你来一个缆车车厢 我就打掉你一个 这个也不可能 那么 把地面的可能性都排除掉了 来自空中 空中 第一是 散降 在大扫索山上呢 你散降啊 由于伤口的风比较大 你降下来 散兵啊 还没等你降到饭店呢 都被吹散了 你很难准确的进行散降 这样呢 会导致你的营救兵力分散 是整个营救行动失败 散降也排除了 那么就即将 用滑翔机来降 问题是 整个饭店 修在一个悬崖上面 你滑翔 落地的空间非常的小 这个问题就难了 所以从客观条件来看呢 要营救莫索里尼 确实是一个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如果将这个 莫索里尼活着带出 坎伯将军饭店 确实是 比登天还难 那么最终 斯克尔斯内 能否完成相处行动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1943年9月8日 意大利法西斯 正式向盟军投降 同一天 斯克尔斯内 乘坐一架 雷翅111侦察机 出现在大萨索山地区上空 5000米的高空 进行空中侦察 不过 就在他将这些 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照片 冲洗出来之后 却发现 意想不到的真相 作战方案 遭遇自己人质疑 斯克尔斯内的营救计划 为何偏要不走 寻常路 当时的很多脑牌的这种将军呢 觉得太冒险 但是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可行 一路飞行 恶欲连连 斯克尔斯内 展开橡树行动 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生死失所 整个大环境 再加上大萨索山那种 极其险恶的客观条件 都基本上意识 斯克尔斯内 这次行动 凶多吉少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丘吉尔说他是欧洲最危险的男人 吉特勒称他为我的左手 究竟是什么原因 令英德两位首脑都对他如此重视 作为作战指挥员 他能够想出种种的鬼点子 为找到被秘密囚禁的莫索里尼 他费尽心思 九死一生 被德国战士学家放为 特战鼻祖的斯克尔斯内 如何完成魔鬼的杰索 要营救莫索里尼 确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动物 营救行动一波三折 空降地点一变再变 号称德国特种兵 最惊险的棋袭行动将如何收场 建在前上不得不发 他要抓紧时间 来完成这项作战行动 沙场推出 危机四伏的魔鬼营救正在播出 经过了一番周折 斯克尔斯内总算是找到了 关押莫索里尼的具体位置 位于大萨索山上的 坎波音帕莱塔饭店 不过由于大萨索山 山巒陡峭 再加上意大利重兵把守 要想神不知鬼不觉的潜入进去 就已经是十分不已 更别说还要活着将 莫索里尼带出坎波音帕莱塔饭店了 不过面对这堪称比登天还难的营救任务 斯克尔斯内想出了一个 堪称是从天而降的作战方案 1943年9月8日 意大利向盟军投降 驻扎在那里的德军 迅速解除了昔日盟友的武装 摇身一变成了意大利的敌人 同一天 斯克尔斯内采取更为直接的手段 乘坐一架H111侦察机 再次在大萨索山地区进行空中侦察 险军的地形使得从地面进入已经不可能 而且由于高山上空气稀薄 并且狂风活断 普通的散兵部队又无法再次海拔高度降落 于是斯克尔斯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 用12架滑翔机 每架运在10名突击队员从天而降 以这块三角地为降落点 强攻饭店并救出莫索里 然而当营救计划报道斯图登特将军处 却让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十分吃惊 他将计划交司令部讨论 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个计划能够成功 但是一时间又想不出别的办法 更不愿意得罪切特勒亲自指派的突击队长斯科尔斯内 最后斯图登特还是调来了正在意大利作战的第一散兵师 第七团的一个营为行动提供兵 该营的第三连由冯贝尔普什中校指挥 将成DFS-230滑翔机降落并攻打饭店 但同样令人感到吃惊的是 在德国空降部队衰落之后 DFS-230滑翔机大都以运输机的身份出现 斯科尔斯内此次重新启动这款舱一度被雪藏的飞机 同样在德国空军内部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我们看到对于斯科尔斯内提出的这种大胆的想法 应该说在德军当中很多酒精沙场的老兵都是暗暗吃惊 甚至没有一个人支持他这样的一种观点 那么为什么对于这种计划或者是方案 大家都不看好呢 刚才卢老师也分析了其中那些原因 就是这个方案太冒险 第一你使用滑翔机在坎伯将军旁边的所谓的一个三角形地带着陆 这个看似用一个滑翔机来着陆好像问题不大 但是几个几艘滑翔机要连续着着陆 你怎么样能够保证这样的安全 并且滑翔机降落之后 你能不能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够缴掉警卫部队的这个枪性 这都是存在着很大的难题 第二就是当时这个要活捉穆索尼尼 这个难度表面上看似也是很大的 因为你不知道安全部队对穆索尼尼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 是不是意大利政府有这样的明令 一旦有人要劫持穆索尼尼就裹弹开枪杀死穆索尼尼 瞧米他 你不知道意大利政府是不是有这个命令 如果有这个命令 你虽然能够成功的降落 哪怕只给意大利的士兵一分钟两分钟 他也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你多到一个拿到一个死的穆索尼尼 一点价值就没有了 就宣告了你这场特种作战行动的失败 所以对当时刺克尔兹类这种作战计划 当时的很多脑牌的这种将军觉得太冒险 但是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可行 另外实际上还有一个武器装备的问题 那么就在当时德国空向部队衰落之后 应该说DFS230滑翔机 大多数时候都承担的是运输机的任务 但是在此时我们看到斯克尔斯内 让这款滑翔机执行的是在饭店上空降落的任务 那么当时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他主要看中了三点 第一呢德国人有经验 在二战的西方的军事强国中 德国在空降方面是比较重视的 第二个呢 这个飞机它的性能比较适合在这次行动中去采用 你看比如说它的最大时速 滑翔时速达到了每小时180公里 德国人一直对这种滑翔机在不断的改进 其中一个重要的改进非常重要 它给这个滑翔机已经加上了反向的减速火箭 用了这个火箭之后 它可以让这个滑翔机滑翔落地之后 在15米之内停住 这个简直是为这次营救行动是量身定做的 你看它本身地域比较逼测 我如果降落过程中 一下点燃这个反向的减速火箭 它马上能停住 停住一下 边上转一架 停住一下转一架 很快就能降落 还有一条呢 就是DFS230飞机 可以用德军的多种空军的飞机来 有的滑翔机它要求比较高 我只能用这种飞机来把我拖跃上空 而DFS230当时德军的好几种飞机 都可以把它拖得飞起来 适用性比较狂 所以这条优点呢 使得斯科尔自内就看中了这个滑翔机 所以目前来讲呢 看来很多的基本的准备都已经做好了 但是俗话说事事难料 那么就在橡树行动开始的时候 很多的问题集中一下子爆发出来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营救行动计划于9月12日的黎明时分开始 但却因故推迟了几个小时 由于德军亨士尔HS-126拖曳机航程较短 必须在从法国南部的瓦朗斯基地飞到罗马途中做几次停留 这导致该机直到当天上午10点才抵达罗马南部的普拉提卡空军基地 然而就在准备工作即将完成的时候 中午12时机场上空却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 不一会儿一队美国B25轰炸机越过机场上空 投下了十多枚炸弹 造成机场上的德军部分战机受损 直到13时05分 领头的一队HS-126牵引机才总算拖着1号和2号滑翔机顺利起飞 不过前引1号滑翔机的两架飞机在起飞不久 却在浓雾和厚云层中迷失了方向 不得不半途反围 哲宁斯科尔斯内乘坐的3号滑翔机成为了两航机 飞机时起时伏在云层中穿起了 由于滑翔机内的视频不好 而且非常闷上 几名队员相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音机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一路坎坷的突击小队机群纷纷抵达预定地点 斯科尔斯内命名滑翔机与牵引机合攻 八架滑翔机阴风点中 从3600米扑起来各自腾 我们看到首先是斯科尔斯内推迟了飞机的起飞时间 很快又遭到了美军轰炸机的光顾 那么卢老师究竟如何看待当时斯科尔斯内起飞时的外部环境 当时整个外部的大环境对斯科尔斯内是极其不利的 我们知道1943年 那个时候在斯科尔斯内行动之前 盟军已经在西西里岛开始登陆了 莫苏里尼被扣押之后 当月7月10号左右被扣押 7月25号 意大利新城府已经开始跟盟军开始接洽 我准备投降了 而投降协议里面明确的规定 意大利今后要拒绝给予德国任何进攻盟军的援助 而且意大利境内的基地港口包括机场 有盟军可以任意的使用 这个协定一使用以后 原来在意大利境内的德军都受到限制了 何况你那么小的特工部队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就在斯科尔斯内要行动的当天 他还受到了盟军飞机的轰炸 所以整个大环境再加上大撒射山那种极其险恶的客观条件 就基本上预示着 斯科尔斯内这次行动是凶多吉少 另外我们看到实际上飞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 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而且没有到达目标地点之前就集中爆发出了这些问题 我们能不能说实际上也是斯科尔斯内 他没有充分的估计可能出现的这些状况 坦率说斯科尔斯内的这个作证行动的方案应该是比较完备的 但是战场情况瞬息万变 任何一个指挥员 他是不可能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得完完全全 他不可能把未来可能要发生的事情都考虑到 所以刚才龙小师就说 在盟军制空前的这种绝对的控制之下 他就不知道盟军的飞机 轰炸机什么时候来 几点几分要通过我所在这个地区 要投什么炸弹 哪个要有几架批次要进来 这是他不可能掌握的 他只能凭借过去的经验 大概盟军的飞机什么时候来投多少弹 第二就是斯科尔斯内的这种作战行动 他是非常的仓促的 也是非常的紧迫的 他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考虑到内 因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他要抓紧时间来完成这项作战行动 所以很多事情都不在他的掌控之内 所以说实际情况确实比斯科尔斯内 之前预想要更加难度大 那么在此过程当中 我们说如果能够在这个戒备森严的饭店上 成功降落的话 确实就像是在刀尖上跳舞一样 那么究竟斯科尔斯内能否成功的降落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就在斯科尔斯内的座机即将着陆时 驾驶员才发现 事先选定的这块三角地上 不仅布满了石头 坡度也比之前估计的大 而此时 意大利士兵已经察觉到了 斯科尔斯内座机螺旋桨的声音 开始朝着德军飞机降落的地点快速集结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危险降落 摆在了斯科尔斯面面前 生死降落命悬一线 斯科尔斯内座机能否在陡峭山峰完成最终降落 我的天哪 这个坡度原来跟预想中的相差这么大 这样给整个营救星空带来了 成功营救却陷入四面楚歌 斯科尔斯内如何破解上山容易下山难的困扰 斯科尔斯内他之所以能够搅得风深水起 让盟军视他为最大的敌人 是因为斯科尔斯内这个人有独到之处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丘吉尔说他是欧洲最危险的男人 齐特勒称他为我的左手 究竟是什么原因令英德两位首脑都对他如此重视 作为作战指挥员他能够想出种种的鬼点子 为找到被秘密囚禁的莫索里尼他费尽心思九死一生 被德国战士学家放为特战鼻祖的斯科尔斯内如何完成魔鬼的杰作 要营救莫索里尼确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能力 营救行动一波三折 空降地点一变再变 号称德国特种兵最惊险的骑袭行动将如何收场 箭在鞋上不得不发 他要抓紧时间来完成这项作战行动 沙场推出危机四伏的魔鬼营救正在播出 一路长途奔袭之后 飞机终于飞地预定的降落区域 不过就在斯科尔斯内的座机即将着陆时 驾驶员却发现 事先选定的这块三角地上不仅布满了石头 而且坡度也比以前估计的要大 而意大利人在战前的那本驾驶手册上 竟然充满诗意的将此处描述成滑雪道的一部分 场地不平意味着降落时的危险系数 要远远大于射线的预计 那么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 斯科尔斯内真的能够成功降落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 就在斯科尔斯内的座机即将合路时 驾驶员发现 事先选定的这块三角地上 不仅布满了石头 而且坡度十分陡峭 场地不平意味着降落时的危险性 远远大于预先的预计 三号机驾驶员有些不知所措 但这时 身后的斯科尔斯内却突然大喊起来 快降落 在离饭店尽可能近的地方降落 请可见 实验中的小黑点很快变成了一栋大箭 尽管滑翔机的机头装有减速装置 但是飞机很难降低速度 驾驶员只好改变航向 顶着来自山脊的强劲上升气流 接近了降落区 当绕在着陆滑翔上的带似铁丝网 像跟系绳一样被地面上的碎石头划断之后 整架飞机剧烈震动起来 并在距离大饭店门口台阶 仅4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眼看突如其来的德军空降兵 饭店里的意大利卫兵乱作一团 随着更多德军突击队员的拥入 意大利士兵放弃了反抗 随后 斯科尔兹内直奔关押莫索里尼的房间 将莫索里尼成功解救 整个营救过程非常迅速 从第一架滑翔机着陆 到控制饭店只用了四分钟 且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 未开一枪便救出了莫索里尼 我们看到就在飞机实施降落的过程当中 驾驶员突然发现 这块三角地带 不但不像手册所描述的那样 是一个滑雪道 而且是更加陡峭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预判失误 怎么去理解 这个有客观原因的 就是当初意大利方面 把莫索里尼软禁在大萨索山 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利有逼的 你看对意大利方面 他把莫索里尼囚禁在这边 他弊端很快体现出来了 你两百多名士兵守在这里 一下被刺客自内发现了 容易暴露目标 这是他的弊 他的力在哪里呢 他的孤弦在外面 周围没有闲大人接近不了 所以你自己的侦察力量 根本渗透不进去 唯一条路还是在空中 所以斯克尔自内本身 他也是非常谨慎了 他不是说我派一个手下 他说你去给我看看 到底怎么样 他自己去 轻理轻微 坐着侦察机 靠近返电 那个悬崖去看 问题是在空中最难的看什么 坡度 因为你在空中看下来 你到底坡度这个阳角是30度啊 还是20度啊 还是40度啊 根本看不出来 除非有特别明显的参照物 能够拿你来对比出来 你或者说我树根旗杆 根据太阳的照射的角度 看看他投影也许能够看出来 这么空中一飞而过啊 根本就判断不出来 导致呢 实际行动中发现 我的天哪 这个坡度原来跟预想中的相差这么大 这样给整个营救行动呢 带来了难度 但实际在实施的过程当中 应该说出现了难以预料的一幕 梅斐一枪一弹就救出了莫索利尼 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我认为啊 最大的功劳在于意大利的士兵 就是意大利的士兵呢 应该说根本没有完全的执行好 囚禁莫索利尼的这个任务 意大利士兵 他非常的可以说悠闲 他基本上是在度假 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意大利军队的战斗力是非常的低的 斯科尔兹利这次作战行动是在中午 就是意大利人有午睡的习惯 一边囚禁着莫索利尼 莫索利尼睡觉 我们也睡觉 喝喝咖啡喝喝茶 聊聊聊睡睡觉 所以当斯科尔兹利从天而降的时候 根本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 第二点 就是意大利对于如何处置莫索利尼 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指示 就是对这种行动 对这种方案有可能出现 意大利的警衡部队怎么办 他没有方案 是打死莫索利尼还是怎么着 还是就地反抗 意大利的警戒部队没有任何的反应 所以只有几个士兵忙着到这个电报那儿去 然后准备打电话 被斯科尔兹利用枪锁把这个电报机给他砸坏 除此之外 可以说是戴入目击 所以在不到四分钟之内 就完成了这次特种作战行动 等于说在营救的过程当中 斯科尔兹利尼还是非常顺利的 那么最终在搭载莫索利尼的过程当中 是否还像之前那么顺利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救出莫索利尼之后 接下来的任务是将其安全送走 缆车站已经被德军占领 但是山谷对面仍有大批异军防守 无法突围下山 由于所有的无线电装置都被破坏 他们已无法与总部取得联系 不知道德军是否已经占领了阿奎拉机场 此时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正在饭店上空盘旋侦查的一架小型单发 菲斯勒冠室侦查机场 这架飞机是斯图登特将军专门派来观察营救行动情况的 当得知斯科尔兹内要与莫索利尼一起乘这架飞机离开时 格拉赫非常坚决地表示拒绝 因为这种飞机设计再运两人 如果搭载90公斤重的莫索利尼后 再加上同样90公斤重的斯科尔兹内 飞机是否能起飞非常令人怀疑 但斯科尔兹内坚持自己要亲自护送莫索利尼 抵达安全地点 并暗示这是希特勒的指示之后 格拉赫妥协了 12名突击队员站在飞机谷部紧紧拖住飞机 在经验丰富的格拉赫驾驶下 飞机摇摇晃晃地爬升到天空中 围绕旅馆上空盘旋一周 然后静置飞往罗马郊外的普拉提卡机场 像素行动大高潮 我们看到由于无法突围下山 那么斯科尔兹内将希望寄托在了一架小型的 灌石侦察机的身上 但是实际上我们来看 当时这二位他的体重 应该说无论是斯科尔兹内 还是莫索利尼 他们的体重都是90公斤以上 那么难道他们不担心这样的飞机 无法承载这支重吗 这一点实属无奈之举 实际上非常的冒险 这一点从冠石侦察机的飞行员 甘拉赫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了 他本身不参加直接的营救行动 他驾持着侦察机来观察整个作战行动 就直接营救莫索利尼这一点来说 他是来打酱油的 好了你现在把我拉进来 让我来执行那么危险的任务 我是反对的 你让我带一个照相机可以 带一个90公斤的大胖子莫索利尼 他比较肥缩 带一个90公斤的壮汉斯科尔兹内 还要带莫索利尼随身的用品 还有行李呢 那飞起来就有点困难 问题在山上风这么大 而且他起飞的跑道是不够的 这么短的距离 这个跑道是临时给他平整起来的 你磕磕磕磕起来 他根本加速不到 他起飞所需要的出速度 所以这点非常危险的 好在呢 他本身饭店在悬崖上 一冲住就就往下掉了 下面是悬空的 悬空的山谷里有风起来 然后他降到还有一个过程 便于他在这个过程中呢 达到升空的出处 这样才摇摇摆摆 一个侦察机 载着两个壮汉 载着一个壮汉 一个胖子脱离险境 应该说还是非常悬的 最终我们看到了 像素行动 让斯克尔斯内是名声大噪 由此呢 他也被称为是 欧洲最危险的男人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 欧洲最危险的男人 我们发现在 二战结束之后 他顺利逃亡了 包括在1975年 才最终去世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盟军拿斯克尔斯内 是没有办法的 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状况 斯克尔斯内啊 应该说是一个 传奇的人物 斯克尔斯内被誉为 欧洲最危险的人物 但是斯克尔斯内 他之所以能够搅得 风生水起 让盟军呢 视他为最大的敌人 是因为 斯克尔斯内这个人呢 有独到之处 第一 我们知道 斯克尔斯内 他作为一个特种作战的指挥官 他胆大欣喜 作为一个特种作战指挥官 首先 你自己武功要高强 斯克尔斯内 他本身建设很高 长得比较高大 一米九二 是吧 身材魁梧 然后经过各种各样的训练 作为作战指挥员 他能够想出种种的鬼脸子 那么第二 就是斯克尔斯内啊 作为一个作战指挥员呢 他是身先是处 他总是靠前指挥 他不是说一般的指挥员 我在办公室 那个作战方案 你们去执行任务 而是亲自带领了突击队员一起 所以突击队员呢 和他基本上并肩作战 既然因为他在特种作战行动方面 有着独书一致的见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乃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都是风云人物 抵达维也纳之后 莫索里尼于9月13日飞往莫尼黑 在那里见到了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并于9月17日 在意大利北部的萨洛再度粉末登场 建立了完全由德国人操纵的傀儡政权 意大利社会共和国 而斯科尔斯内则在维也纳和柏林一眼成名 欧洲各国的广播电台 都在一遍遍地播放着 关于这次营救的新闻 他的名字 也以最大号的醒目字体出现在报纸上 甚至连丘吉尔也在下院演说中 提到了斯科尔斯内的名字 称其为欧洲最危险的男人 印度公主变身英军间谍 从奢华安逸到危机重重 努尔选择命运转变的背后究竟有何隐形 培训屡屡不合格 骄傲公主成为笨学员 入错行的农儿却为何会被指派重要任务 粗心公主屡闹乌龙翩翩逢凶化吉 传奇经历是偶然还是另有殷勤 下场敬请收看